下面请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理事长林峰博士致辞,有请 尊敬的家长、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 首先我要衷心地祝贺我们毕业班的同学们 大家都知道学习中文不容易 你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天终于能拿到中文学校的毕业证书 可喜可贺 希望你们在中文学校这些年的经历 会给你们的人生旅途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 为你们以后事业的成功铺垫上一块基石 在此我衷心祝愿你们事业有成,前途是尽 你们虽然从中文学校就要毕业了 但中文学校一直是你们的家 欢迎你们继续回学校来学习和服务 学校可以给你们提供义工的机会 比如做助教等等 希望你们积极参加 你们可以愿你们的知识和亲身经历 帮助鼓励低年级的同学们 给他们做一个好版样 极力他们继续学好中文 今年是俄亥俄现代中文学校建校20年 中文学校是以义工为主题的学校 在广大义工、老师和家长们多年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的学校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以充分的实力力足以俄州中部 为学生们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中文学校也成为名副提师的歌成华人社区中心 20年的点点滴滴 风风雨雨 酸甜苦辣 义工鼓挂门体会的作为深刻 学校要办成 办得成功还要靠家长的信任和支持 家长的积极配合 老师的辛勤劳动 和多年级类的教学经验 再加上学生的勤奋学习 让我们的学校越办越好 大家的努力也得到了 中国国院侨办的充分肯定 我们学校被指定为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 并获得了每年十万人民币的祖国赞助 今年我校华夏书还得到国院侨办赠送的价值十万人民币的图书 影像等教学辅助资料 为了推广中文教育 为了推广中文教育 回馈家长 在学校二十年校庆之际 我们学校这学期为学生提供了免费中文教育 收到了家长们的极大称赞 我们学校是非盈利学校 我们的宗旨是服务家长 服务社区 我们的目标是 现代中文 服务社区 最高教学 最低学费 请家长们记住这一点 我还有现代中文学校属于家长们的 是属于服务孩子们的 让我们一起承担起做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 大家刚刚在马校长的工作总结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过去的一年中 在马基登校长的带领下 校委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马校长虽然工作繁忙 还是坚持亲自作证 统筹运作 学校整体工作 基本上每次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他无私地奉献 作业的领导才能 赢得了所有校委会和理事会成员 老师以及家长们的尊敬和爱戴 副校长范锡波把家长值班安排得紧紧有条 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 于君文不光负责学校网站 校刊和年刊 学校各项活动也都少不了他 教育长李纳工作认真负责 临近厂房前还在计划 学校的下营 副校长刘燕丽挑大梁 从老师考清记录 到代课老师安排都细致周到 保证教学有条不紊 程商和武生川负责注册 耐心解答家长问题 为学生推荐合适的课程 会计无起于每次都不厌其烦 收钱报站 教务总监贾洪涛更是早来玩走 谁叫谁到 我们进600名学生的学校 就是这样靠义工们无私的奉献 的运作者 让我们愿热烈的掌声 对他们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学校有20年历史 有老义工 每年有不断 年轻人参与学校管理 教学及筹划 就像今年的理事会 有位中央学校服务十几年的 沙爱萍 宣燕 陈清洁 霍学文 许登科 吴鸿雨 也有年轻一辈的 李小鹏 关三 理事不仅为学校的长期发展 做计划 也更是积极参与学校的正常运作 配合校委会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宣燕 她不仅协调很多学校的具体工作 还亲自教两门课 其中一个班就是我们的毕业班 它的成绩和贡献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让我们对理事们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现在中文学校是一个充满爱心与希望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在爱和阳光里 在园丁的精心培育下 像花儿一样盛开 像小树一样长大 最后祝大家能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夏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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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